健健康康在清神 欢迎大家收听健健康康在清神 每个星期六小新都希望带大家去一些不同的公众活动 学多一些文化的东西可以拿走 说不是物质上而是学识上或是见识上 今集很高兴我们请来艺术家欧大为先生 早晨 早晨 要介绍一下 究竟给我们的听众认识一下 欧大为先生究竟是哪一方面的艺术家 我是从事中国艺术的创作 中国艺术包括了书法 船客 还有我还有画画 但是我只喜欢画山水画 主要集中就是我们比较中式的一些艺术的创作 而且很高兴 未来将会有你本人的艺术展览 叫做云山北墨欧大为的艺术展览 在这个展览里面可以欣赏到欧大为先生你本身自己的什么类型的作品 几个方面 就是书法、船客和山水画 都是我近几年的作品 大概数量有四十多图 有时有一件里面有十张细画 加上就差不多一百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你来亲自和我们分享一下 先了解一下你本身自己的故事 我看过一些的资料 就说到原来你在十四岁的时候 已经开始学书法等等 是的 因为当时我父亲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不止福先生 他当时在广州是很著名的书法家 述理成章我想学书法的话 当然是向这位世博大师 拜他为师 于是我十四岁 就开始了在书法方面的正规训练 在当年来说 其实多不多人去学习这种正规的书法训练 不算多 如果以十多岁的年龄来说 可能是更加少一点 但是我觉得 我在这个年龄 能够去学习艺术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这么小的行 记性好 记性好的时候 基础会责乏很多 那对你来说 由小培育当然好 至少就已经在这个环境 这个氛围里面成长 嗯 这个会是的 因为我父亲又很爱好艺术 他爱好欣赏 他就没有自己去同事艺术装作 他是医生来 他有他做医生的正职 但是他在家里挂满了很多字画 在这 由你开始去学习 这个叫做在你起步点 可以这样说 去到中段的时候 你如何发展成为 你自己一个的艺术创作 你一个风格 又或者你喜欢的事情 这个也是 即是在基础货 即是一直都是浸住 嗯 那 那 漸漸你熟练之后 呢 漸漸那个 技术呢 就会 升华成为艺术 嗯 那这个是自然而然的 有很多时候 刻意去求呢 反而是求不到的 即是当年你都没有刻意去这样求的 是呀 没有刻意去求的 那就是 但我一直以来 是未间断过创作 嗯 无论那个环境是 是怎样改变 我都一直是 抓住之无不利 在这儿 搞搞震 哈哈 如果搞搞震 都可以搞到这个水平的话 那我都 真是 哇 望尘莫及了 那今天要问一下 这类型的创作当中呢 可能有很多听众都会 希望知道 对于 你们来说 会不会当中都有困难 要克服的呢 肯定啦 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的 嗯 就是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你跟随一位老师去学习 你当然很想学习 老师的写法 是 那这个呢 说起来 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但是 但是 你有了这个基础的时候 又不免呢 就是 似了老师的面目 嗯 这样的时候呢 就会困住了 因为你也是要追求创造自己的风格 凡是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呢 都很希望自己能够有自己的风格 嗯 嗯 我亦都不例外 嗯 但是希望 还希望 那有时候是会失望都未定的 哦 也都经历过失望的时间 你未寻找到的时候 你是有一种旁黄 嗯 方向的之日 但是你未必达得到的 是 有一句俗语呢 叫望山跑死马 嗯 你看见那座山 但是你走来走 他也未走得到的 是 是 就是这种呢 就是在追求的过程呢 怎样都好 是有点震痛的 但是去到什么时候 你觉得自己终于都 对了 我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了 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你自己觉得 这个问题呢 又好像偏高了一点 哇 因为你本 就是给我们的听众了解一下 因为呢 歐大为先生呢 曾经拿过不少的奖 亦都呢 是不同的大专院校里面 任教一些书法班等等 其实你的专业资格 又或者 你过往的得到的奖项 或者你举办的展览 都完全显示到 你是有这个资历 所以 完全不是说 台举歐大为先生 而是 你真的有这个资格 去和我们分享 那就是这样 就是 在艺术道路上面呢 第一 你必须要有自信 但是有自信之余呢 你必须要有一个自悟 嗯 还有一样 很重要的 就是自信 嗯 自信是很重要的 自己看到自己的缺点 自己去批判自己 正所谓今天的我 去打倒昨天的我 是 那这样东西呢 是很重要的 不停地反复去一个思考 这样的时候呢 你就去求到一些进步 嗯 那还有一样呢 千万不要跟别人去比 你跟别人去比 是没用的 就跟自己去比 最重要的是 诶 我跟三年前比 我真的进步了 这个就非常可喜 嗯嗯嗯嗯 是这样了 明白 讲了很多 歐大为先生的一些背景 創作的当中的一些故事 今次的这个展览呢 云山北墨 歐大为的艺术展览 那在当中 你会不会有一些 特别的作品 都希望 即如果公众去到参与的时候 即是特别要注意的呢 譬如说 有一句老生上谈 又是老生上谈 就将艺术呢 是称之为寂寞之道的 嗯嗯嗯 怎样寂寞法呢 是的 这个寂寞的意思呢 就并不是说 你住得很远 没有人理你 你就觉得寂寞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呢 在你创作的过程里面 你是独立思考的 只是由你自己一个人去想 去做 去完成 那没有人帮你 那这个就是寂寞 是 是的 是 那iche 是 是 那 我有一張畫的題目叫《寂莫之道》 我就不外乎畫了一些高山流水 但有一段獨木橋 畫了一段獨木橋是有一個人 偽偽符地走過這條獨木橋 我就將那個心情表達在這裡 這裡是有一張這樣的畫 但是這張畫作畫完出來 雖然是孤獨 但是在創作之後你也希望找到至任人嗎 這樣就不孤獨了 這是創作以後的事 但是創作的過程是獨木 但是不會後悔這個獨木 反而在這個獨木裡是得到樂趣 是享受學習如何去面對這一種的寂寞 享受這個獨立思考 其實在這個創作過程中 哪怕有人向你提意見 而因為你自己有自信的話 你不會去聽 我想作為一個藝術家 又或者對於自己創作 親手由零開始的作品來說 這種堅持都很重要 當然你也要識分究竟哪些是好的意見 又或者有些東西你自己要識分類 如何去堅持下去 對 這件事分析是很重要的 分析很重要 在創作之後 或者有很多人向你提意見 你自己去分析 除此之外 我知道你還有很多的作品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多一個作品 你覺得這個也是很有趣的 對於公眾來說去看 可能有些背後的故事了解到 還有我的書法和船客 我其實是學書法在先的 學了很多年書法之後 我五年書法之後 我就開始學習船客 學習了船客幾年之後 我就覺得好像不夠 不夠耐用 我又學了畫 但當時畫我就自學了 書法和船客我是有老師的 我自學的時候 我就拿了一本清末的 一本繪畫的教科書來學習 那本叫《戒字圓》 我就自己學 但由於沒有老師的關係 我初時以為 就是用一支毛筆 當作寫字去畫畫 一心想著是這樣 我又不懂得畫畫的筆法 結果我就用了寫字的筆法去畫畫 到了今時今日 人家看見 就說你的畫 為何好像寫字一樣 原來這樣是對的 這個就是錯有錯著 吳眾富居 可以這樣畫 所以從你的畫作當中 都看得出獨特之處 公眾參與 去看你的展覽的時候 我想作為一個展覽的舉辦人 都希望公眾可以增加他們對於 例如生水畫 又或者是一些 算黑 又或者是一些 寫毛筆字等等 水墨畫等等 書法等等的一些形式 你覺得為何這種藝術 其實是很值得大家去注意 去留意 其實藝術的現象 一直都很多人愛好 亦都是一個傳統 在傳統之中 你能夠有少許創新 已經是相當不簡單的 作為我來說 我是一直以來都愛好 主要是愛好先走 今集很多謝歐大維先生 和我們分享 你今你的展覽 是在哪裏舉辦 是何時至何時 以及公眾 是否免費參與 免費參與 就在一新美術館 一新美術館的地址呢 就在官堂海濱路165号4楼 我会在2月16号下午3点钟 是有一场我亲自去带的道场 如果想参加的话 是可以打电话去一新美術館订位的 26906790 26906790是吗? 是的 展期就是由2019年1月24日至3月30日 一新美術館的休息日期是星期一 星期一和公众假期 今集了解到欧大为先生和我们分享的一些背后的故事 也希望公众去参与的时候 了解到我们的艺术家欧大为先生 他背后的不同等等创作的一些理念 或者去到真的自己去感受一下 因为有些始终艺术的东西 亲身去看的时候 是完全另一回事来的 是不是这么说? 应该是这么说 有个看到原作 当然比我现在用不口来说 到时还有其中一天 还有欧大为先生本人导赏团 所以大家踊跃些去报名 亦都再一次多谢欧大为先生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多谢你 希望你的展览成功 多谢